音樂 回到理學院的狀態 如何教下一代的律師呢? 現在已經完全是新的玩法了 你根據普通法就很多東西已經不合理了 那應該如何去面對這一種 其實還有法律的框架 但已經完全不同世規矩的大時代 譬如現在新一代剛剛想入學 你會怎樣推薦他們? 坦白說,我想我真的不懂得怎樣建議 我也發覺一開始 我提出什麼建議 坦白說,可能未必等待 如果你可以這樣想像 可能在國內做律師 或者教法律那些 可能他們的經驗更多 因為他們遇到同一個問題 在國內來說 你也不可以說 一個這麼簡單化 就說國內沒有法律 又不是的 國內其實他本身也公道些 其實他法律也有不少地方是有進步的 他的律師行業也算是進步了很多 有很多聰明人 當然他們也會明白到 在國內的制度之下有一些限制 但是他可能不少人覺得 雖然在這樣的限制之下 但是律師仍然有他的角色 可能有一些地方都做到一些事情 幫到人的 我相信未必一定 所謂百分之百負面的事情 但是整個遊戲很不同 所以去到什麼地步 還有一些文庫問題 我都覺得 可能是找一些 在國內一些比較開明一些 一些 所謂明白過制度的律師 他們究竟可以怎樣走位 可以怎樣繼續做一些事情 仍然都是有意思的事情 但是又不會踩到紅線 可能他們的經驗會大過我 我現在去到一個地步 我真的不敢亂去指望 你做得什麼 不做得什麼 最後想問一個框架性的問題 如果現在北京的政策 就是說 將國安這堆的法例案例 就用某個方式處理 但是希望維持香港本身的金融中心地位 所以去到商業糾紛等等 就真的幾根據本來的普通法的原則去處理 有沒有可能做到這樣的分家 就是如果在北京眼中這樣做到的話 香港繼續可以花錢做一個金融中心 但是又可以國家安全可以維繫 你覺得做不做到這個效果 我想那個答案 可能大家就會看回現在 譬如北京上海大城市的發展 當然一方面你不可以說 它不是在扮演一個一定程度上的國際金融中心 但是當它的國際性有多寬 我想這方面我不是專家了 可能你熟熟一點 你要比較 就是北京上海這方面 那現在似乎香港長的地步是會這樣 的確有些純的商業官司 其實真的中央應該不會插手的 我相信暫時來說 香港的情況可能都比國內還好的地方 因為國內大家知道 有時候你要去告某些國企 或者地方的人士等等 可能國內那裡那個法院系統 那個權力更加受限制 但這一點可能香港未必去到這個地步 就是香港我懷疑 如果你在香港的一些中資機構 如果和一些外資有什麼糾紛 我懷疑它似乎中央的政策 都未必會想改變這件事情 都可能交給你法院 跟回你香港的規矩去做事 它都不會干預你法官等等 但是始終有一些根本的問題都解決不了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外資投資在香港 其實他們都不僅是賺錢就算 他們同樣的事情 他們都會珍重他們的人身自由 言論自由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未必完全可以分得開 還有我想最近發生的事情 也都會將香港的法制環境 我覺得都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因為我所了解 過往來說 你批評香港很多事情都好 實際上有些方針是直接批評的 我們很多時候立法工作很慢 有很多的事情異議不決 很多事情談了很久都未曾可以執行 或者立法通過等等 但是對國際投資者來說 香港可能這個是有一個好處的 因為它多時間是去做計劃的 如果政府想去改變某一些法律 影響到投資者的 起碼會有一個諮詢過程 他們可以在做背後的遊說 公開的遊說 如果影響到他們可以去講 但是現在香港 我想外資來講要面對一個環境 香港法律可以是一夜之間 無聲無色改變 港區國安法就是一個例子 你知道那個影響 有一點影響到國內的 比如說你的銀行 怎樣去處理人家的戶口等等 這些東西是會影響的 但是可以一夜之間 在沒有資深的情況之下 已經是去改變了 再加上現在立法會的情況 很可能通過的法律可以快手很多 有很多這些因素 究竟有多影響到 香港可以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呢 我不是專家 但是我粗略聽朋友的說法 和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情況真的 令到香港越來越像北京上海的情況 國際很多地方 都仍然和北京上海做生意的 甚至會在那裏成立機構 有員工在那裏 所以他都知道 預了是有一個政治風險 預了有這些風險 因為有錢賺嘛 有得發展嘛 那他資金就在那裏 他照放進去 那香港可能 對他來說 他都不會因為這樣而 完全不放資金的 但是跟著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聽回就是 因為始終香港 很多的cost 就是那個成本 是貴過北京上海很多的 就是一個premium 地價也好 其他方面也好 那以往呢 就是不同國家 國際投資者 只願意是 給多些錢 都留在香港呢 就是因為 香港和北京上海不同的嘛 但是如果以後 在法律的保障 其他方面 可能是沒什麼大分別的時候 那他就問了 我一是就完全撤離中國 北京上海 我都不投資了 我怕他這些事情 如果我既然投資了中國的時候 那我為什麼不投資北京上海 或者大灣區 為什麼要投資香港呢 你錢又要給多些 你和你有很多大象的系統 你又做不到事情 那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 都會影響香港 整個金融中心的地位 那你擔不擔心 你應該是一個超級和理非 寫的文章 在舊香港的標準 都是非常溫和 講道理之類的 但是 突然間換了這個環境 譬如說 就算你說的一些事情 譬如 黎智英的案例 是否可以保釋 會不會無意中 都會搜到他們的紅線 你自己這樣評估 那個 所謂人身安全的問題 好坦白說 這個是一個 很掙扎的問題 我也要很坦白說 我是評估不到的 就是 擔不擔心 那現在看形勢的發展 就真的是 譬如說 你兩年前 你自己很清楚知道 我自己的正確所說 我的超級和理非 我說的 做的 我看不到 是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 到今時今日 你不敢說 因為有時候 你要面對的代價 當然嚴重的 可能因為這樣 而會說 你觸犯法律 但是 即使不去到 說觸犯法律 現在你看到 這個形勢 似乎 如果那個政權 是 不希望你再這樣說話 或者 其他方法 是去處理的 譬如 有時候你知道 很多 我聽說 有很多 就算 我身邊有些同事 聊天 在大學裏面做 其實 大家都開始 多了擔心 有時候擔心 有時候擔心 投訴 我不是怕到 已經去到犯法這個層面 一般你說話 都未必去到 立刻會告你 等等 但是當你說了一些 可能突然間 就是 梁振英的網頁 去公開批評你 跟著一大堆的 親中的 北京的報章 又直接批評你 或者 在他們一些的網 裡面 有足夠的 去攻擊 批評 這些 其實 不可以說 沒有寒蟬效應 甚至 有些同事都在談 現在有時候 你教法律也好 或者 不是法律 特別是政治 那些 有時候 你在班裡 跟學生說 如果碰到 中國的情況 你怕不怕 有些說話 可能 是會被人去投訴 說你抹黑 國內的情況 有時候 你未必想 去處理投訴 面對投訴 那時候 我們是教師 有時候 也有不同的原因 但是 大部分人 都希望可以專心做研究 專心去教好學生 但 就不想浪費時間 去處理 被人投訴 攻擊 這樣的時候 會不會 又是會自我設限呢 會加些紅線呢 我講很多 但是 剛才你問的問題 我只能不敢說 有時候都是見過行步的 坦白說 也都是 有時候 都要聽多些身邊 不同的朋友的意見 才可以做到 多些的評估 但是 我就 不敢說 接著發展是怎樣的 所以 講到這麼灰 我們有一個 好少少的 Happy Ending 因為 去年 香港難得一件開心的事 就是你大分之氣 再次恭喜 再次恭喜 大時代的亂世結婚 應該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我也感恩 真的 上年 十月結成婚 剛剛我們結婚的時候 也叫做 在疫症裡面 不是最厲害的時候 叫做活和的時候 也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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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身邊很多朋友的祝福 也謝謝你 大家保重 大家保重 希望最後有機會 可以暢所欲言地 討論香港法律的問題